那年空姐日常飞行有多拼 当上空姐以后 我再也没做过精致好看的创意美甲 衣服几乎不买流行款 简单的金属款就可以穿两三年 在皮肤保养上也开始学会精简护肤 利用有限的时间好好休息 养足精力 记得才飞那几年 经常凌晨才回家 卸妆 洁面 再一层层护肤 做完这些再睡觉 真是连发生的力气都没了 现在回家 我会用这个洗 卸 养肤 三合一的JC卸妆凝露 能节省了不少力气 这种凝露质地 容装速度很快 无需乳化 就能把妆卸得干干净净 还不胡眼不耐眼 这点做的要比卸妆瑶好很多 而且它是洗歇一体 像我们日常的彩妆 还有防晒 一次就能搞定 大大简化了 我在疲惫飞行后 繁琐的洁面步骤 让我很惊喜的一点是 除了基础的卸妆力 和洗感的升级 它还添加了40%养肤成分 尤其像我们整天待在密闭机舱内 紫外线都特别高 里面的麦角流因 能消护紫外线对肌肤的损伤 还能让皮肤更加光滑紧致 还有滋润保湿的 4D透明质酸和聚骨氨酸 这跟用精华水洗脸 有什么区别 毕竟是院线产品 温和性特别好 敏感肌也可以安心用 洗完皮肤润润的 一点都不紧绷 最后再涂个面霜 就完事而了 就是和我这种下班了没时间精致护肤的空中飞人 除了护肤 不飞的时候 我还会去楼下跑跑步 练练瑜伽 保持身体的紧致 当上空姐以后 我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护肤和规律运动上 以充实饱满的状态 迎接每一次飞行 也是在塑造现在优秀的自己 发展向完优秀的